好,然后你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过曝的画面 这个过曝的画面我现在拍的是哪里呢 一般我们拍到这里画面的时候 我们先采用就直接去缩光圈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什么东西 我们缩下光圈发现 它好像看不出是个什么东西 先跟大家说,我现在拍的是天空 但由于上海雾霾的关系 现在我们不像其他的一些地方 比如说一些美国啊 那俩地方就是有蓝天白云层次非常好 我们现在大部分的国内的天气 基本上都是以雾霾天为主啊 或者是一些大大小小 所以天空的层次细节会非常差 可以说是非常差 对于这一类如果你要纯拍天空的话 就是拍一些云彩啊 或者是一些岩石摄影的话 那一方面你可以用照片 那一方面如果你想拍视频的话 你可以调到脂肪图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种时候我要跟大家说了 这个时候其实不叫过曝 为什么 你看这个时候叫过曝吗 因为很多朋友在我一开始学的时候 会有个误区 会觉得脂肪图一旦冲到那个顶啊 它就是过曝了 其实不是的 大家看到这个画面就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例子 如果你说过曝的话 那我调到五千一百的快门 五千五千的快门 那你看这个时候 它在脂肪图还是显示这个样子的 对不对 所以这点跟大家说 这个只是说在 脂肪图零到一百的这个亮度下 在这个亮度下的像素 都是成单一的亮度 就是画面中所有的像素点 基本上都是这个亮度 所以你们看到的脂肪图会是这样 这个点就解释了 当很多朋友啊 我知道很多朋友喜欢拍Slog 但是它的调色能力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 你们就会发现 我当我拍Slog的时候 为什么我的画面永远是一根东西处在那个地方 这个是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问题 有的时候它其实不是过曝 只是你的画面太平了 然后给大家一个小概念 如果说你想把Slog用好的情况下 我强烈的建议 一定要把你的选景的时候 一定要把光笔选出来 比方说你可以选择一个画面里面 有暗部有亮部有中间调 这样子你的Slog3做出来的还原会非常非常的好看 那如果说你选择的画面是比较平 然后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层次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画面来看 那如果我说我现在正常曝光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画面中几乎没有什么层次 还是有点爆 画面中几乎没有什么层次可言 这个时候你即使用Slog3 你还原出来的细节也只有那么一丁点 所以对于这种画面 或者又是对于这种前期来说 其实并不是说你的机餐产生了问题 这种的问题是处于你对你的选景产生了比较大的问题 一开始就不应该选这个景来作为拍摄 如果一定要为这个景来作为拍摄的情况下 我甚至可以觉得你可以带入更多的画面细节 比方说 比方说这个画面 我们现在给画面带来了一些层次和细节 大家看到整个小山就和刚才完全不一样了 那这边我们还是用Slog2来拍 大家看到整个小山就不一样了 但右边还是仍然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单一的画面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只是要把天压少一点 好那我们的画面的丰富度就整个就上来了 我们可以采用正常的拍摄来拍摄我们想要的画面 那这一点是对于有些朋友会不知道 为什么我的画面有一根树的特别高的一个像素密度 但是我不知道我的